还有一个 《念佛论》这个小册子是谭老法师讲开事 大光法师记录 幕后他举出四位往生点 《念佛论》 一位出家的修乌司 这是在哈尔滨基罗寺我在 在山东 青岛战山寺 有一位女居士姓张 有一位男居士郑西斌居士和他的弟弟 这是老法师清言所见的 他说了 他一声当中 清言所见 欲知识知 没有生病 走得很自在的 有站着走的 有坐着走的 他看到二十多个人 清言看到的 听说的呢 那就多了 那就不止 二三十个就不止了 清言看到的二十多个人 古时候 我们看净土圣仙路 看王三段里 太多太多了 那是有人记下来的 没有人记下来的 这我想想 比这个不晓得超过多少倍呀 没人记下来的 只是有人记下来 可见的 这个法门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法门呢 难信 容易修啊 易行道啊 如果我们依据这个理论与方法来修试 那是彻底改造你 究竟圆满的改造 也许大家也问了 那我们现前 我们生活环境 会不会能够改得好一点呢 大家想想 这个彻底究竟圆满的改造 现在环境 真能不好的 真能不自在不美满了 幸福美满了 这才是真实的